大家好 今天我剛好來夏威夷這裡參加一個一年一度的最大的健美比賽 叫做Paradise Cup 就是夏威夷最大的健美比賽 然後我想說今天我跟大家簡單就是分享一下這個 什麼叫做健美Body Building 那到底這個健美跟一般人所講的 印象中所謂的健身Fitness 或是說Cross Fit 或是說建立Power Lifting 或是舉重這個Weight Lifting 或是重量訓練 從事某項運動籃球排球樓道的重量訓練 GG訓練Weight Training 有什麼不一樣 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先釐清一下 就是說什麼叫做健美 什麼是Body Building 我想這個健美由來很久 然後到現在呢 這個健美比賽已經不是很單純的一項Body Building 它有延伸到很多種相關性的一個比賽 譬如說有講女子來講好了 女子傳統的Body Building 就是講究肌肉發達的比賽 現在在國際上已經 已經職業賽方面已經都沒有了 只剩下業儀的 那現在變成是一個叫做Physique 就是Women Physique 就是女子的體格了 體格了 那這個中文有人翻作 把這個Physique跟這個Figure 都翻成一個健體 或是美體 那我們想我還是用英文的稱呼比較好 現在有發展到就是說 傳統的Body Building它沒有強調肌肉那麼大 現在變成強調一個就是肌肉比較小一點 匀秤比較匀秤一點的 叫做Physique 或是Figure 女子的 那男的呢 現在IOBB跟這個美國的全國健美協會NPC 都已經在增加了這個Men's Physique 這已經很多年了 那現在又增加一個叫做Classic Classic Physique 就Classic Body Building 就古典健美 那不管你是古典健美 或者是傳統健美 基本上這個所要求的就是 怎麼樣讓你的身材變漂亮 怎麼樣身材變勻稱 肌肉的這個把它一個平均的一個發達 簡單來講就是說 英文叫做Aesthetic 就是怎麼樣發展到肌肉一個美 這個美不是只有漂亮 不是只有一個beauty 是一個Aesthetic 就是怎麼樣一個比例一個對稱協調的一個美 所以基本上戒美 Body Beauty這個東西跟 講究數據的這個Weight Training 或是說Power Lifting 或是說這個Weight Training 都不太一樣 那這個健美最主要我們練的 很多人都會想說 我今天練這個健美是不是 平均這個有沒有進步 一般來講都是很著重於一些數據 比如說我練三個月了 我的臥推我的Bench Press進步多少 我的練腿Squad進步多少 我的Curl進步多少幾公斤 或甚至用量的 我剛開始來的時候 我這個手只有十四吋 十二吋或是十一吋 我現在進步兩吋 那我是不是每三個月 每一年我量一次 或甚至有人每天在量 每個禮拜在量 那很注重這個數據 那數據對這個健美來講 是很是重要的一部分 但是不是唯一的 所以說我們健美是用看的 不是來量數據 所以說健美比賽的時候 裁判並沒有每一個人身上 帶一個秤子 或是帶一把尺 來量量看選手 這個體重多少 A選手跟B選手之中間 這個維度有差多少 不是完全是看他的這個肌肉發達程度 肌肉發達程度不是用量的 是用看的 那協調對稱Proportions symmetry 這一些東西也都是要用看的才準 所以沒有一定的比例就是說 手臂前輩要跟這個二頭肌 要跟小腿一樣大 或是說胸部要多少吋 或是腰圍要多少吋才可以 這個沒有一定的數據 完全是用一個看的 所以這看的就是比較主觀 比較那個 所以當我們練的時候 要衡量我們自己有沒有進步的時候 最好的方法就 不是我們去量體重 或是用皮尺來量我們的維度 最好的方法就是用照相 或是攝影 或是說每天 或是常常我們用鏡子 因為健身院你看 健身的地方最多的設備就是這個鏡子 鏡子的功能就是讓你來照 你來看自己進步沒有 這個很重要 所以這個觀念上一定要先把自己定位清楚 就是我今天到了一個健身的地方 一個健身房健身場所 我今天到底是要從事一個bodybuilding 還是一個powerlifting 還是一個fitness 純粹一個fitness 還是cross feet 或是cheeks 或是說我純粹只是從事一個 一個strange training weight training 我只是一個補助的訓練 你要先界定 然後你才知道你要 你要的是什麼 你才知道你要怎麼練 所以我想說跟各位 先各位交換一下意見 就是你走路這個bodybuilding 今天想要拿起你的重量 啞鈴槓的時候 你要先問自己 你今天到底是要練的是什麼 是bodybuilding健美 讓身材好的這個健美 還是說我純粹是要做fitness 還是做cross feet 想說跟各位簡單做一個分享 謝謝各位 謝謝